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疆反恐》 虽然四年了 新疆的地区 并没有发生暴恐的案件 但是西方媒体 对新疆的这种攻击 从来没有停止过 我们非常的希望 用冷静客观的这么一种态度 去审视在新疆反恐的历史 现在和未来所内部和外部的 这种环境下的一个 新疆反恐的挑战 让世界能够从不同的层面 来了解新疆的一个 发生的一个暴恐事件的真相 然后也能够消除 西方对新疆的这种种种的误度 这个片子里头的四个部分 第一像反恐的洗脑 极端思想的洗脑 第二部分讲的是 就是两面人 包括毒教材 毒害了他们的思想之后 孩子们进入到成长期 工作期之后 又用极端思想洗脑他们 然后他们为了去盛战 就白白地献出自己的生命 这对我们的人权 人生都是一种特别大的危害 5月22号的白天早晨 出去 暴恐是手段 分裂是实质 他们要把新疆分裂出去 把我们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和统一的多民族中国分裂出去 可以说我们新疆的干部群众 付出了多么大的努力 才能导致今天 就是我们四年多 没有发生爆股事件 可是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 这部片子最关键的 就告诉世界 告诉人民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觉得这是非常具有意义的一件事